我国和新加坡将继续就柔佛新加坡捷运系统的协议内容进行磋商 以便能够把捷运系统的成本减得更低 好让新山居民和新加坡人有机会享有更优惠的车票价格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也声明 两国政府不会取消这项有利两国的交通项目 陆兆福和新加坡同僚 许文远在双方的讨论会结束之后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 陆兆福说柔新捷运系统的课题和马新高铁的项目一样 都是先搁置再协商处理成本的问题 至于我国政府需要对推迟项目做出多少赔偿的事 陆兆福表示目前两国的总检察署在研究这件事 他不方便评论 他补充在高铁项目和捷运系统施工前 两国将努力解决新柔交通堵塞的问题 包括增加火车班次和加速出入境手续 RTS并没有拒绝 当然它被拒绝了